今天是全國是89352人 那今天花蓮縣市新增的是1558位 這是我們的這個居隔 還在居隔的人數 一共1275人 在世紀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真的還剩非常非常的多 那其實我們在分析裡面 就是我們真的再一次呼籲中央衛福部 快三世紀的販售 實名制的販售因地制宜 因為花蓮縣 其實我們現在全國是卡 一個名字的健保卡 只能一個月購買一次 但是花蓮縣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衛生所 還有我們的這個藥房 藥局 其實剩下的快三世紀都非常的多 真的希望呼籲中央CDC 是不是讓花蓮縣我們的這個健保卡 可以開放讓大家來購買 來購買 這樣子這個快三世紀的流通量會比較大 這一段疫情的期間 其實大家都非常的辛苦 那尤其 我們的這個有一些機構 其實是更辛苦的 所以我們這一次是 這個看球賽挺公益 我們送門票 所以在以上 我們的基督教門諾會 私立善目中心 還有花蓮縣幸福協會 立心基金會 還有我們的這個肢體殘障福利協進會 以及視覺障礙福利協進會 還有主愛之家 以上這六家 我們可以跟他購買東西 然後可以換球票 那細項的部分 我們會公告在我們的這個 縣府的臉書 還有真偽的臉書上面 那大家可以去購買 支持我們的這個機構 那花蓮縣政府送球票 拉他們一把給他們一些關心 我想在疫情的期間 尤其是在這一段期間 很多的機構其實 非常辛苦的挺過來的 我們真的要謝謝 裡面的造福員 還有機構裡面的 所有的孩子們 以及行政人員 要謝謝他們 守住了機構 守住了花蓮 所以在這裡 我們從今天是 我們縣府發這個 居家關懷包的最後一天 那從明天開始的確診個案 我們就不再發居家關懷包 那除非有特殊的需求 你還是可以打電話到我們的 這個生活照護專線 那一般的民眾 我們就不再發居家關懷包 所以你可能要自己先準備好 在隔離這段時間的生活用品 包括我們的日常生活用品 民洗衣物 個人清潔用品 或是你要去規劃好你的三餐 或是你更重要的是你的手機 電子用品 那一樣的消毒清潔用品不可少 再加上我們的醫療相關用品 接種的人數有2202位 接種的比例達到51.53% 在國小的部分呢 扣掉之前已經施打 莫德納疫苗的學生人數 3349位 那總計可以接種 BNT疫苗的學生總數有11811位 那回收的調查表人數有903位 那在903位中 同一接種的人數是4969位 同一接種比例是55.19% 那在國中的部分 學生總數是8014位 那目前回收調查表人數是1404位 那其中同一接種部分是917位 比例是達回收的 比例是達65.31% 在高中的部分呢 學生數有7761位 那目前呢 回收的調查表人數呢 是偏低的只有92位 那在92位中呢 同一接種的是83位 同一的比例是90.23% 那在這邊 因為我們這禮拜呢 是暫停實體課程 那相關的一個意願調查表呢 我們可以請家長呢 確認評估之後呢 可以先回報給我們的導師 以方便學校做一個統計 還有我們後續的一個 安排施打的一個作業 再過來跟各位相親報告 是我們這禮拜 暫停實體課程期間 那今天到校級到員的一個學生數 跟比例的狀況 那在幼兒園的部分 今天到校的人數有618位 那佔的比例是7.77% 那幼兒園的部分相較昨天24號到校的738位 然後減少了120位 在國小的部分 今天到校是278位 佔的比例是1.87% 那和昨天相比呢 增加了兩位 在國中的部分 今天到校的是90位 比例是1.12% 相較於昨天呢 減少了7位 高中的部分呢 今天到校是34位 比例是0.44% 相較昨天減少1位 那原則大致來講呢 國小 國中跟高中的一個到校人數 這三天來講是較相對的一個穩定 那幼兒園的部分到校的人數 較其他三個教育階段來說 是人數較多的 再過來跟各位鄉親報告 是我們今天的一個新增確診的一個學生數 然後是屬於呢 仍然是在這幾天有到學校上課的一個情形 那包含了池大附中 國中部有4位孩子 跟卓西國小的一位孩子 那主要 卓西國的部分主要是田徑隊的一個訓練課程 所以相關的一些活動人員跟師生教練的部分 會進行 依規定會進行三天的一個防疫假 那配合這個禮拜23到27號 就會暫停實體課程 再過來跟各位鄉親報告 是屬於今天的一個確診的叫職員工生 然後都並未進入校園 那也配合全縣23到27號暫停實體課程 調整為線上教學的一個情形 那今天總計這一類的狀況 包含了高中端的部分有花蓮高農等5所高中 那有19位學生 國中端的部分有宜昌國中等12所國中 那包含的新增確診數是32位學生 跟12位的教職員工 那在國小的部分呢 包含了卓西國小等36所國小 那新增的確診人數有79位學生 跟14位的教職員工 在幼兒園的部分 則有春日國小附設幼兒園等28所的幼兒園 那包含了一個新增確診數是44位的學生 跟5位的教職員工 那總計呢是174位學生 跟31名的教職員工合計205名 那都是為進入校園配合我們縣禮的 這禮拜的一個暫停實體課程的狀況 有關我們國中小學生是否提早放暑假這個問題 那因為提早放暑假呢 其實對畢業生 還有新生入學的一些相關銜接跟權益的部分 是一個影響很大的一個措施 所以依照今天中午教育部的一個新聞稿的一個發布內容 目前針對這個是否提早放暑假 那教育部呢並沒有這樣的一個規劃 那所以後續呢我們花蓮呢也會依照中央教育部的一個規劃情形去配合辦理後續的一個作業 那是以上針對是否提早放暑假的這個問題做回應 那我想23號24號這兩家這看守所或監獄 這兩個地方目前都沒有確診個案 都已經歸零 那確實這兩個地方它有確診的個案出現 那比較早出現的是我們的看守所 那後來比較晚出現的是監獄 那這兩個地方都是由國軍花蓮總院來負責他們的一些防疫的任務 所以當有個案出現的時候 國軍花蓮總院都非常積極地進到這兩個地方 去協助他們做防疫的工作 也做了普篩很多的快篩的一個工作 那到目前為止 那在我們的看守所的部分 那他們的工作人員 他的確診率是23.8% 那對於我們的裡面的這些弟兄們 那他們的確診的人數是23.9% 很有趣喔 這兩個比例剛好是相近的 那看守所他第一個個案是我們外面的工作人員帶進去的 那本身自己裡面實際上是沒有 那在這個監獄的部分也是如此 那工作人員的確診率是12.9% 也是從工作人員先開始發生確診個案 那對於裡面的這些我們的弟兄們 姐妹們 那他們的確診率更低 只有2.7% 2.7% 所以整體然後在2324這兩天 他們已經沒有新的個案出現 所以我想這兩個地方 我想現在Omicron是一個 無形傳染力非常高的一個病毒 那我們的工作人員都還是會回到我們的社區 然後在社區裡面不免會染疫 那染疫之後呢有可能會帶到我們的監鎖或開始所去 那只要裡面有任何一個個案出現 他們都會非常的積極非常的努力去做防疫的工作 大家可以就得到我們去做防疫情 然後到處去的地方 然後到處去做防疫情